停更啊 那個停經還停更 我沒有停經 我們還是繼續更下去 謝謝你的支持 如果你想買中國的房地產 第一個 放棄自由的想法 就是你在中國 不能夠喊台灣萬歲 一些跟中國有關的禁忌詞 什麼維尼熊 都不能講 你就恨中國 好 好多預售屋會延期交位 可是他們都注意的 因為呢 對於已經蓋房子的東西 拿來的缺工缺料 當然是補爛嘛 就是不想要這麼快給人家 當然 偶爾 譬如說100公里有一個是因為缺料 好 因為傳奇的關係 剛好你的貨卡到了 長榮那條船 你有這麼衰嗎 因為那條船卡了半年嘛 因為還沒有充滿 還沒有 還還了沒 好像還沒有還沒有放行 但是如果你的貨剛好卡在那條船上 你當然就可能攻擊 延後 那可是多數呢 我聽到的狀況是 因為投資客已經買了這麼多房子 然後投資客房子賣不掉 那因為已經交屋 交屋教課房地合一2.0 要不要綁5年嘛 可是還沒交屋之前都開始賣 賣掉就不用被綁5年 所以這些 買了很多酷的投資客 在威脅建商說 你不要給我交屋喔 你交屋的話我就雅公喔 然後建商就慢慢的拖 那當然所以就這台自住客 因為自住客 他買房子是要來住的啊 我可不是投資 對不對 然後建商就故意慢慢施工 然後消費者就只好慢慢來到 可是呢 只要是 超過合約的時間 你的是告別 拜託 建商違約 你可以拿到賠償 這是應該的 不要被建商說 呃缺工 我不是故意的 什麼騙 建商是騙 房地合一2.0上路 房價會跌嗎 目前已經上路了 房價也還沒有明顯的跌 因為2.0要等 投資客 痛 或者是等 政府罰 我就等那個 縱罰 不然現在很多投資客都想辦法去 找一些撇步 想要 歪割 然後不要去 付這個錢 目前還在廣網當中 建議公投取消預售屋 全世界應該只有台灣有預售屋吧 嗯 全世界好像有 對 是指 香港跟中國 中國也有預售屋的制度 可是不是制度 是房財沒蓋好還可以賣 所以中國也有預售屋 可是呢 嚴格來講 你說公投 這是個商品 我覺得內政部應該做一點事情是 針對預售屋來做一些 管理才對 對 要不然你說公投 沒有用啊 中華民國政府誰管理公投啊 公投 只不過是意見表達 可是它不會影響你對於法規的制定 所以公投有用嗎 沒有用 還不如全民都不要買預售屋 就不會預售屋 捷運貢購宅可以買嗎 捷運貢購宅 可以買但是不能加價 因為捷運貢購宅有很多的缺點 有很多的缺點 要講嗎 有很多的缺點 又草又亂又麻煩又貴 你只不過多一個 就是你想要喝牛奶 然後養一頭牛的概念 那如果你今天錢很多 你非得要這麼近 就是我一定要下樓就要做捷運的話 那你就買吧 可是如果你沒有這個條件 我覺得 實價登錄上面顯示 特殊交易是什麼意思 通常都是什麼 都小的 我欠你錢 然後你賣給我這樣子 因為親友交易 會不會親友交易 特殊交易 不是都小的啦 底戰 子惠哥 你對於中國的房地產有研究嗎 一點點 等一下你想買嗎 如果你想買中國的房地產 第一個 放棄自由的想法 就是你在中國不能夠喊 台灣萬歲 一些跟中國有關的禁忌詞 什麼維尼熊 都不能講 你就可以去中國賣房子 那其他呢 就按照中國當地的法規啦 然後 最好要認識中國當地的人 但是呢 如果你認識中國當地的人 只是一個朋友 或是仲介 就是只是認識 也是有點危險 你還是得冒一點風險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中國 你要移民中國住 還是買一間房子 是沒關係啦 但是要花時間研究 是一樣的喔 在你口中 全台重劃區的房子 有可以買的嗎 有啊 很多啊 像我個人就喜歡 我要講我個人喔 我喜歡 文山區的二期重劃區 喜歡的理由是 裡面很安靜 沒有一間的店面 但是住這裡面呢 你可能Uber都不願意送 你要買便利商店 要走路開車才能夠到 但是這個裡面 我覺得很舒服 是我一個喜歡的環境 還是有啦 我也是有買房子啊 然後我住的 雖然不是重劃區 因為我們那是板橋的郊區 但是還是有房子可以買 紫衛哥 你怎麼看以房養老 我還沒有到老到 要把房子拿去弄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沒關係啦 如果你沒有錢了 你就拿房子去 跟銀行借錢 它就是個借錢的概念而已 只是弄個形容詞叫 以房養老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很年輕 想說我買個房子 以房養老 就不需要 因為它等於是把房子拿去抵押 然後給你用 它不一樣 你自己存錢 它不一樣 所以不要去投資 以房養老 而是說 好吧 當你很老的時候 需要借錢 就拿房子去借錢 的道理 紫衛哥的年齡是秘密嗎? 不是 我64年是 我在很多地方講過啊 我今年46歲 也不算老 即使四級不能出門 紫衛哥你也可以在家用指板講解 拜託不能停更 停更 停更啊 停經還停更 我沒有停經 我們還是繼續更下去 謝謝你的支持 快開學囉 快解封囉 希望你的身材跟我一樣的好 希望你沒有因為三級而變得跟豬一樣 趕快在解封 或是說在開學之前 趕快起來做運動吧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健康的 面對這個明天